有一天我的父亲也知道 我的母亲她的病已经好不起来了 所以她就找了很多的话语 来安慰我的母亲 那么她每一次讲这个见证 我们都会躺在她的怀中 她讲来讲讲 她就会感动到流泪 所以她的眼泪就滴下来 那我们躺在妈妈的怀中 那眼泪就会滴在我们的脸颊 所以年轻人喜欢问 为什么你要现身 其实我很想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现身 奉主义书圣明来做见证 小弟要来见证 我们的家庭信主的经过 同时也回答 很多年轻人想要问的问题 就是常常会有年轻人问小弟 为什么你会走上传道的 这条路 感谢主 我们的家庭原来都是做迷信 拜拜的家庭 就是传统的信仰的家庭 那个时候都还不认识耶稣 那这个话要从我的母亲 生了我的弟弟 叫做赵四海 那就是在1961年的时候 距离现在呢 已经超过60年以上的时间了 那个时候我妈妈刚生了我的弟弟 在1961年 那华人总是有一个习惯 生产之后要做月子 所以要进步 那因为小弟是家里的老大 妈妈生了一个弟弟 所以这个家庭大家很高兴 因为一连生了两个男丁 当时候还是农业的社会 以务农为主 所以大家想有男丁 那将来可以来从事 帮助一些农事 一些工作 当然是很高兴啊 但是在这个家庭 我们只高兴一个月 因为我的母亲她满月以后 她渐渐地发现她的身体不好 那后来 综合把她了解呢 其实 她是多方面的不平安 就是身心灵都不平安 身体出了状况 心里极其害怕 在灵里面呢 也不平安 所以到了夜晚 她心里总是黄黄不安 那不知道为什么 有莫名的那种忧郁 那很多人说啦 她可能是一种 在医学上的学名 叫做产入热的这种病 但是在民间的看法 一些我们的长辈 有经验的 这些长辈的看法是说 应该是所谓的 福建话所说的 月来风 意思可能就是说 在坐月子的时候啊 受了风寒 那当然就会有很多的 并发症咯 包括她吃东西 也不容易消化 所以营养就会不足 那加上心灵上 有一种忧郁 是不是产后的忧郁症啊 那灵里也是很不平安 那渐渐地呢 她就失去了笑容 那她就失去了健康 那曾经啊 在非常严重的时候啊 她的身体呢 没有办法来承受很大的压力 到了这个六月的时间 哇 在台湾 在我们那个地方 六月的天气是非常炎热的 但是我们的母亲呢 她整个身体会发寒 她要得铺了棉被 然后再盖着棉被来睡觉 这么炎热的夏天 她都还需要垫被又盖被 那可见她整个身体的机能 都已经荡到最低点了 她的生命力呢 非常的微弱了 那她足足病了一年的时间 你看看啊 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 那也没有办法来照顾家庭 也没有办法亲自来照顾 自己所生的孩子 那都要我的外婆来帮忙 那到了这个时间啊 她觉得说 虽然生了两个男孩子 可是因为这样啊 带来了病痛呢 她就失去了盼望 她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 那在最严重的时候啊 她也曾经有想过一个念头 就是要寻短见 要用自己的方法来结束生命 因为呢 不管是中医或是西医 或是民间的 所谓的偏方的疗法 我母亲都试过了 那也求神问佛 她到庙里去啊 要了很多很多的炉灰香灰 那这些呢 庙里的庙柱 一些法师 说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泡水喝 你的身体就会好 我的母亲她的肠胃 装了很多的药物 好像是一个药罐子一样 而且也是喝了很多 那个香灰条的水 所以其实 她的肠胃又好像是垃圾桶 非常可怜 那她想说 如果我自己一走百了 我的痛苦会结束 我家里的人也不用 跟着我 也连累了 所以她曾经利用晚上的时间 我父亲不在 那个时候 小弟已经三岁 我的弟弟呢 已经满了一岁 但是我的母亲的身体 越来越不好 那个晚上啊 她已经准备好了 要用自己的方法来结束生命 所以当她回头看 我跟我弟弟还躺在床上睡 但是呢 这个母爱是伟大的 她一看到我们两个兄弟呢 就躺在床上 她就开始哭了 这两个孩子这么小 我就这么走了吗 我好像可以结束自己的痛苦 可是会留给家庭 无限的痛苦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一个人走投无路 一个家庭啊 即将因为我母亲 她来离开人世以后 这个家庭都会破碎 后来她就打消这个念头 她还是要勇敢地活下去 但是并不会因为 她要勇敢活下去 她的病就好起来 人生有很多的默可奈何 不是人的能力 可以去改变的 没有真神可以依靠的人 他们真的是绝望 有一天我的父亲也知道 我的母亲她的病呢 已经好不起来了 所以她就找了很多的话语 来安慰我的母亲 她对我的母亲说 如果你离开了 我也不会想要再婚 我母亲就睁她眼睛问 那这两个孩子 一个三岁 一个一岁 那怎么照顾呢 我的父亲就回答 我已经做了准备 我想好了 我会把这两个孩子 送到孤我院 那我就认真地赚钱 把这些钱存起来 当成这两个孩子 长大以后 做这个教育的费用 我母亲听了 当然她会受安慰 夫妻两个人就抱着在一起 痛哭一场 贫贱夫妻百事癌 我们的家庭 真的是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 有一天也应该是 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个转捩点 也是小弟一生 一个很大的转捩的一个关键 我的母亲已经想一想 没什么办法了 她就想 我在做最后一次的努力 那怎么做呢 因为家里啊 已经家徒四壁 而且呢 在台高主 欠了人家很多钱 那怎么办 最后再尝试一次 所以她要我到隔壁 就是我们的房东 在那个地方跟她借钱 我母亲跟我讲了 那个数字母 那个钱的数目啊 很大 当时候可以买很多的米 可能是一个人啊 半个月的生活费用 在当时候来讲 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那个时候小弟三岁 三岁不会赚钱 但是会借钱 如果是富裕 富贵的家庭 孩子不需要去向人家借钱 大人已经不好意思 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 现在又要借钱 当然他们自己不好意思去 所以就推这个小孩子 那个时候小弟三岁 似懂非懂 所以就去了 说阿婆 我的妈妈叫我来借钱 我们在信仰上常常会讲一句话 就是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启头 这句话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 一个人走投无路 他能够在最后的关头找到神 或者是神拣选了我们 我们就进入他的恩典中 人生从此就不一样了 因为当我开口说 妈妈叫我来借钱的时候 而且借的钱的数目是不小的 很大的数目 那一天非常的巧合 也是神的安排 因为房东有一个妹妹 那一天那个时间点 也正好来到这个家庭 那我们完全不熟识 所以当小弟开口说 要借一笔钱的时候 他的妹妹就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小孩子要借这么多钱 这一位房东的妹妹 就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他一听到我们的家庭 是如此的走投无路了 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了 如果我母亲走的话 那我跟我弟弟要被送到孤儿院 我父亲要独自一个人去赚钱 可以说是人亡家破 这位信徒他听到了 我们家里的状况 他有绝书的爱 他就起了怜悯的心肠 所以他就到我的家来 对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 他就一直做见证 这位姐妹没有读过什么样的书 但是他有热忱爱人的心 他就把他自己蒙恩 得拯救的过程 他就对我的母亲做见证 其实那个时候 我母亲她第一次听见 有关基督教的道理 她也不认识耶稣 所以听起来 这个道理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 但是神要简显于一个人 他会赐给这个人信心 他开了我母亲的心 让他听的每一句话 觉得好像就是对他说的 每一句话他都能够很受用 也得到很大的感动 因为他想 我这个病这么严重 我的长辈都已经跟我的母亲说了 要准备后事了 因为根据老长辈他们的经验 这种病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所以就劝我的父亲要准备后事 感谢主 主耶稣就在这个人已经到尽头的时刻 他的工作才刚刚是一个起头 我的母亲就深受感动 信耶稣 我的病能不能好起来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信耶稣的人 他的心是好的 善良的 我们都毫不熟悉 但是他一听到 我母亲的病 我们的家庭的遭遇 他就来到我们的家 把主耶稣的爱带来了 把主耶稣的救恩 来介绍让我们认识 那一天是星期五 隔天是安息日 我的母亲就非常直爽地答应 就说明天安息日 他要到真耶稣教会的会堂 要来听道理 那从那一天开始 我的母亲呢 她的心就慢慢地开了 她就觉得 耶稣就是她的盼望 就是她的依靠 安息日去了 星期日也去了 因为当时候 教会每天都有举行聚会 大家都非常热心 那从星期一开始 就是我母亲去到教会的第三天开始 是当时候嘉义教会 秋季的灵恩步道会 我的母亲每天晚上都去 她听了一个星期的道理 她也深受感动 也是主耶稣开她的心 使她能够明白 也赏识她信心 使她能够相信 所以她就决定 在灵恩会最后一天 她要报名接受洗礼 因为她明白 我们要得救恩 灵魂要得救恩 一定要借着赦罪的洗礼 那个时候 我的父亲不答应 因为根据圣经 我们受洗是要全身入水 在活水中来施行禁礼 那我父亲想 母亲是六月很炎热的夏天 她要垫背盖背 那当时候 秋季灵恩步道会 是台湾的十一月进入冬天了 那个非常冰冷的河水 从山上流下来 从那个很有名的阿里山 那边流下来 非常冰冷啊 现在冬天你还要全身入 到那个冰冷的水中 我父亲说那你这个病 肯定好不了 我的母亲说 我的病本来就好不了 所以我现在 我不是想说 要让我的身体好起来 因为你的身体再健康再平安 几十年总是要走 那我现在接受洗礼 我是为了灵魂能够得救 是为了灵魂得救 这句话就打动我父亲的心了 所以我的父亲就不再坚持 也不再阻挡了 感谢主啊 教会也因为我母亲这种信心 他说 我接受洗礼是为了灵魂得救 所以教会也同意了 那我的母亲 还有我 跟我的弟弟 我们三个人 就一起接受洗礼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救恩 因为这样就临到我的家 非常奇妙 我的母亲 她受洗的那一年 是1961年的11月 到隔年1962年的9月 也就是说 我们接受洗礼之后的十个月 我的母亲又生了一个男孩子 各位你想想看 受洗完十个月 孩子在娘胎也要十个月才出生 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救恩 不久的时间 我的母亲她就能够怀孕 所以生了 再生了一个弟弟 那我们家里就有三个兄弟了 那生了这个老药以后呢 再过了十年 我的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儿 这是我们的妹妹 这是我们的妹妹 所以我们一家 我们兄弟姐妹就四个 感谢主 我的父亲就在隔年 1962年 我这个最小的弟弟 他出生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受洗 那我的母亲 她的病就慢慢就好起来 在不知什么时候的时间 她能够下床 她能够料理家事 她能够照顾孩子 我的母亲又回来了 本来我会失去我的母亲 但是我母亲因为信主以后 慢慢慢慢的恢复健康 所以我的母亲又回来了 她可以当家庭主妇 她可以料理一般的家事 感谢主 那我母亲蒙恩的见证 在我们的亲戚当中 就流传 因为我母亲 她也很喜欢做见证 然后在我们的亲族当中 因为我母亲蒙恩的见证 来到教会牧道 而受洗的这些亲友 有超过二十个人 这些都是绝书的恩典 那很奇妙的就是 我的外婆 在我母亲生病的期间 都是我外婆在照顾 就是她照顾自己的女儿 那当1961年 1962年我们要接受洗礼的时候 我的母亲有邀请我的外婆 要一起来接受洗礼 但是我的外婆她不答应 因为她是传统信仰的 所以她就拒绝了 但是她看到我的母亲生了老三 受洗完 恢复健康生了老三 我的外婆她就认识了 她知道说 哎呀 耶稣就是天上的神 所以她就改变信仰 她就跟着我们也一起到家回来 我的外婆 我的外公 我的舅舅 我的阿姨 都到我们教会来接受洗礼 来相信耶稣基督 这是我们的家庭信主的经过 那刚刚小弟 这个年代呢 有提的年代稍微 有一点差误 我们再做补证一下 我的第二个弟弟是在1961年出生 那我母亲他生了这个弟弟以后 足足病了一年 所以我们接受洗礼 是在1962年 接受洗礼 那我的父亲 跟我老三的弟弟呢 他们是在1963年 在接受洗礼 那这是我们信主的经过 小弟记得 我们还小的时候 四岁五岁 我们都是听妈妈讲这个见证 我的母亲没有读过什么书 所以她也不知道 什么阿里巴巴的故事 什么白雪公主 她就是每次讲这个见证 那么她每次讲这个见证 我们都会躺在她的怀中 她讲来讲讲 她就会感动到流泪 所以她的眼泪就滴下来 那我们躺在妈妈的怀中 那眼泪就会滴在我们的脸颊 那个时候我大概四岁五岁 很喜欢听故事 但是呢 我的妈妈每一次都讲同样的故事 没有新鲜的故事 而且呢 她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呢 还被掉眼泪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 这个妈妈不会讲故事 而且又爱哭 当时候的印象是这样 那慢慢长大才发现 我的母亲是因为主耶稣拯救她了 所以她受感动 她每一次讲同样的见证 我们就是听这个见证长大的 那当我的母亲 她讲完这个见证的时候 她还会讲几句话 她说因为有耶稣才有妈妈 如果没有耶稣 你两个 你这个老大老二 就要被送到孤儿园 那如果没有耶稣 你们这个老三老四就不会出生 当然这是主耶稣的恩典 所以她说 有耶稣才有妈妈 有妈妈 你们才能够长大 在家里很幸福的来长大 所以你们长大以后 要为主耶稣多做圣工 那因为这些话 放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当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也亲自来讲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体会出来 当初母亲为什么讲完见证 她的眼泪会滴在我们的脸颊 感谢主 我们今天能够侍奉主 完全都是恩典 所以我们不敢说 我们来做圣工 需要来报答主耶稣的恩典 因为我们事奉 也是继续在领受恩典 所以我们领受的恩典 我们无法在一生当中 去报答得完 那长大以后 我跟我的弟弟赵四海 我们就去了神学院 主耶稣没有让我们去孤儿院 我们应该要去神学院 这就是我们献身的经过 学书帮助我们大家 所以年轻人喜欢问 为什么你要献身 其实我很想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献身 因为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保罗对罗马地区的教会的信徒 这么勉励 保罗说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就是要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这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 你们如此侍奉 是理所当然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不管他是不是 献身当传当 我们都应该要有献身的精神 只是在教会里面 有专职侍奉 也有非专职侍奉 但不管专职侍奉 还是非专职侍奉 我们都应该要有献身的精神 所以感谢主 教会也是需要 有专职侍奉的功能 我们能够蒙省拣选 学书给我们机会 能够来侍奉 我们非常的高兴 也感谢主 给我们的这么大爱 那这就是我们的家庭信主的经过 也是小弟感念主耶稣的大爱 被主的恩给感动 我们想 我们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 就是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耶稣 我们乐意为主所用 那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耶稣 我的母亲当初她受洗 她是抱持着说 我受洗是为了灵魂得救 她也没想说 她的身体会好起来 感谢主 主耶稣的恩典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不但把灵魂救恩的盼望给我们 她也让我母亲的病好起来 这就是额外的恩典 主恩浩大 述说不尽 我母亲 今年已经84岁 她有八个孙子 感谢主 她的白头发还比我少 有时候她会跟我讲说 还有那个儿子的头发 还比母亲白的 你要不要去染一染 我说不用 因为主耶稣把我染成白色的 那我就不要把它抹黑了 感谢主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爱 那用这样的见证 来高举主的救恩 来述说神的爱 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天上的真神 哈利路亚 布基督喊 阿们